主要版对这个球队投入热情很高,然后呢每年定的目标也都很高 那其实保罗教练来到这里也有大半年的时间了,那对于这么一支球队,在这么一支荣誉满载的这么一支球队里头 工作也好,出力也好,为广州这些城市争光也好,有什么亲身的一些感觉啊? 或者有没有被这种荣誉满载这样的一个机器所感染,就是从精神层面,心态层面 对吗? 让我们看来有西形章,可以学习所有者 出球落这些万 gain滞建许的东西 就是限分相机 ,对现在这些美国之争都related干的东西 对你的 Zak洞 rule和亲的手 risks购乱肯对文章面包装的主席 之间支持你算是一个破绍经常务的代表 我觉得一下这如何让你感觉到你身据这个 backpack代表做有很值得重? 我感觉感觉到 дов disappearing的时候,你感觉到这个这种巨乌来就够了吗? 我开始学 Jetzt证明了吧 非常厚重的感觉 首先看我们中场比赛 球迷所营造出来的一个氛围 每一场的客场比赛 客队球迷去英美东西做满的 任何一个城市 无论是亚冠的比赛 这些就是因为这些荣誉 球迷才会这么的爱戴我们 球迷才会给我们这么大的支持 那我做一个纪念刚加入这个团队的一个教练员 我只要有得尊重 和感谢与联系 我要非常感谢 过去恒大这么多时期以来的教练员和球员 他们所创造出来这一份荣誉 让我一个后来者能够有机会来感受 来在这份荣誉的博物之下 继续前进 我的目标 包括斯科拉教练他们在这两年的目标 就是要延续广州队的这份荣誉 继续让这一支球队成为一支冠军之师 事实上大家也不要忘记 这个赛季我们已经夺了一个冠军 对 超级杯的冠军 那么 继续我们在2017年 Wenzu继续持续冠冠军 2017年 广州恒大会继续夺冠 继续延续着我们过去的先行者的步伐 作为一支荣誉之师走下去 其实 即使面对重重困难 今天 许老板就做了四个目标 作为将军练军 是很有信心的 我们现在有很多问题 对我们的众众 我们的众众 我们的众众 有四个冠军这年 你很信心吗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